谢谢主持人 王国伟您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 在过去的一年 外交部为帮助海外中国公民纾困解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么想请问 今年外交部在继续践行外交为民宗旨方面 我们又会采取哪些新的举措 谢谢 过去这一年 对于广大海外中国公民来说十分不容易 全球疫情 自然灾害 政局动荡 军事冲突 随时都威胁着海外同胞的安全 当然更牵动着走过人民的心 海外同胞一时回不了家 我们就把家的温暖带到他们的身边 一年来 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全力以赴 在全球范围推进春苗行动 为生活工作在180个国家的数百万名中欧同胞 接种疫苗 12308热线24小时守候 全年受理了50多万通求助的来电 还处理了领事保护与协作案件超过了6万起 成功营救了数十名被绑架的中国公民 全力维护了海外同胞的生命安全和正当权益 去年国庆前夕经过不懈努力 被非法扣押一千多天的孟晚舟女士终于平安回国 一句 如果信仰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道出了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为民服务 为民解忧 这是外交工作的应尽之责 中国外交将继续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 做广大老百姓的贴心人 做海外同胞利益的守护人 今年我们将集中做好三件事 一是打造智慧领事平台 推出更多指尖上的服务项目 完善数字化 全天候的领事服务 二是构建海外平安中国体系 强化海外安全风险预警 指导境外企业加强安防建设 为海外同胞 提供更有效 更及时的安全保障 三是推出健康畅行计划 打造升级版的中外人员 往来快捷通道 推出增强版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那么助力安全健康便捷的跨国旅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